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引到神通,五星連主義 哇,有東西出了 哇,正啊 厲害啊 神的神的 現在充滿電池的 這個引到神通 讓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廣播 很尚力啊 Lightron文雞母廣告 是 很尚力嗎 很尚力啊,剛才那一刻 是嗎 是 有人說想拿你做零星 是嗎?做多幾秒鐘給他 隨便隨便做幾秒鐘 不給 哈哈哈 說什麼啊 印度神通厲害了 哇 接下來 百年一遇的五星連珠將會出現 是不是他說的 他經常都說那些什麼聲的 但是現在有專家出來說 是啊,他說 五星連珠終於真的來了 不是吹水 之前印度神通說的什麼 不拉薩的 魚魚的 那些 九粒星連珠的那些 是 其實是一樣的 那這個叫做 百年難得一見的天文奇景 有些什麼語言呢 百年難得一見 那不代表沒見過的 是 那都會有曾經發生過這些事 那有人就說了 嘿,五星連珠一來 糟糕了 世界有大事發生了 有些什麼大事呢 我們看看吧 一會兒 是不是 另外呢 跟大家說一下 有一宗新聞 跟進泰國女星 那個怎麼讀 那個字 知道嗎 那個女星 不會 這位很出名的 泰國女星 好美女 是啊 這個女星最新的案件 有些跟進發展 就說原來有醫師 就證明到他 死之前 是已經受傷了 更加說他 他生前 懷疑做出一些 求救的手勢 是 那是怎樣的呢 我有個朋友 那天我們 喝大兩杯 又吹水 他說這件事 好像他親力其勁 但是呢 他又真的說得很有道理 稍後OK仔說 我就回答一下 好呢 除了說這位泰國女星之外 還有些時辭 說到說 聯合國指出 全球流離失所的兒童 已經高到3650萬 是破了二戰以來 最高紀錄了 那就是 比二戰 就是三戰 那為什麼有這麼多兒童流離失所呢 而戰到現在 全球社會 這麼發達的時候 反而 這麼多年輕人 就沒有地方可以躲 不是吧 那這件事 是關乎什麼事呢 其實 或多或少可能 都關乎打仗事 還有 除了 說到這個 泰國女星之外 說一下 泰國 7月1日起 取消要求 遊客申請 泰國通行證 是啊 要求取消 即是怎樣 就說 外國遊客不需要再申請泰國通行證 為什麼呢 之前要申請泰國通行證 現在進不進嗎 不是 他說不需要 不需要 但是呢 有一件事 就說需要 帶針卡在身上 要求泰國遊客 是嗎 又說不需要打針 是 那究竟是怎樣呢 我們要跟大家跟進一下 好嗎 還有一件恐怖事 日本 什麼事 校長吃飯 變成吃糞 這件事很厲害 神經病 是 他吃鮮 有人攪點卡給他吃 會攪拌 這些 會攪拌 攪拌 攪點卡 還不攪拌 誇張 這麼噁心 為什麼 我們看看 五星連珠 大月亮 大家看不到 因為香港下雨 但是說到 台灣那邊 人家沒有下雨 拍到大月亮很漂亮 但是說到 接下來 是否有些厲害的事情發生 當然有 五星連珠 五星連珠 大爆發 其實 這段時間 很多人都在熱烈討論 五星連珠 這個奇異景象 所謂的五星 就是 金星、木星、水星、火星、連土星 就會在六月中下旬 即是下個星期 每日 清晨時分 就會連成一線 只要天朗氣清 萬里無雲 你就可以看到了 嗯 說到 五星連珠 會帶給全球有些什麼呢 就說 原來 這麼百年難得一遇的情況 一出現 就是會 有改朝換代的東西出現 因為之前已經換了人 這個五星連珠 之前 現在可能會有人 有些王朝沒落 不是啊 改朝換代 換了林鄭 林鄭 超過上位 那些就改朝換代 那些算是下面的官仔 那香港改朝換代 換特首也算是吧 嘩 強行來 強行來啊 還是那些 普京的領導人跌倒呢 金仔那些 換了妹妹上去呢 說到說 歷史啊 有記載 剛剛好 出現五星連珠的景象 那是不是可以借舊遲 這些東西去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 接下來會有事情發生先 那他說呢 根據外國傳媒的引述 剛剛對上一次 五星連珠 這個奇異現象 原來是 1864年 3月5日 百幾年前的了 那些人呢 就說到 你剛剛要等太陽剛剛升起呢 那五顆太陽系的行星呢 就會剛剛好橫跨 東南部的天空了 那其實 有人就說 你一般來說呢 你可以看到兩三顆 這些行星連成一線 就不是罕見 但是 如果你能夠看到 同時的五顆星平牌 一條直線呢 就非常之罕見了 嘩 那就正了 喂 接下來的了 那就是說 接下來 這幾天已經開始見到五星連珠的景象 去到 22號呢 就更加會見到月球登場 加在一起 那就是三星連珠 去到24號呢 就五星連珠正式登場了 嘩 嘩 去到27號呢 有流星雨 嘩 嘩 這麼厲害嗎 接下來這個禮拜又有這些天文 不過看個天陰陰 那樣 怎麼看啊 香港 每天都 看到一塊黑雲在天上 有不同的世界 就是 東方世界 西方社會 對於五星連珠 這個演繹方法呢 都有些不同的 嘩 因為解讀方面呢 都有不同的 那好像 我們 中國傳統的文化 經常都說到 天降異象 又有顆星星 掉那星 那些在天空閃閃閃 掉那星 那時候 諸葛亮最喜歡看的那些 夜觀星象 夜觀星象 剛剛看到了 嘩 曹操那顆掉那星 掉下來了 對呀 類似這些東西 通常呢 一有這些五星連珠 在中國傳統文化 就說呢 一定是有些叫做 什麼 大事發生 改朝換代事件 應該是中國的 有大事發生 講到中國傳統文化 舊時古代 大加歷史 那就說 有些什麼呢 古代呀 因為八年一語嘛 例如呢 嘩 是 夏雙周那些年代 去到齊緣公清霸 武舟王討伐 高祖 漢高祖劉邦 宋太祖 趙康印 王蒲家身 都是五星連珠出現的時候 哎呀 不要說我好害怕 但是去到西方社會 五星連珠 就是騙運來的 行衰運的 就說了 五星連珠 因為行星拼在一起 有引力 就會天崩地裂 磁極倒轉 地族傾斜 嘩 那真是恐怖事了 那是不是真的呢 那要看看到時才知道 六月二十幾號 來近的日子 武金易改朝換代 那你看看中西方看的東西都不同 那就是 那究竟哪些是對的呢 特別是英雷王換了查理B 也當是中 我也說了 所以林鄭轉 超哥也當是 隨便 是不是真的有這些有趣呢 天文現象是有的 不要緊的 好了 先說一下泰國女星 好 最新證據 對呀 他說有些新的東西出來看看 說他死了之後的畫面超慘 網民又說他究竟經歷過些什麼 嘩 是怎樣的呢 我們跟大家研究一下 這位泰國女星 原來有中文花名 她叫西瓜 西瓜這麼大 對呀西瓜 在今年二月 離奇墮河身亡事件 當時泰國警方就用非常快 一個叫做意外的方式結案 但是呢 在泰國方面 見到種種證據 發現這個案情絕不簡單 加上呢 網絡上面有很多人說 收到內幕消息 這位西瓜的Facebook專頁突然之間 更新要求回案 泰國警方啊 終於了 重新再做調查 再加上呢 近日有志願救援人員 泰國男演員就爆料 就說了 這位泰國女星 死狀超級淒慘 也有外科醫師做測試 發現她原來墮河之前已經受了重傷 這件事呢 再引起外界的極度關注 好了 這位泰國男明星呢 她是第一批 看到這個遺體的志願救援人員 她說 當時打撈起來的時候 很明顯看到呢 西瓜油眼有乳傷了 應該被人打了脫了 也有負責人呢 抹大她 這位女死者明星呢 西瓜的嘴 搜查證據的時候 發現幾隻牙已經裂開了 就懷疑她生前受到硬物襲擊 根據網上流傳這位女明星的遺體照片 看到呢 她啊 一隻眼開 隻眼閉 隻眼球突出來了 而且呢 頸上有明顯玫瑰斑塊 相信是被人勒死的痕跡 更加懷疑她生前 是被拿繩子 枯死她的 哇 說到 當日 這個女明星遇害的時候 救援人員足足花了三十八個小時 才可以拔她上來 而且呢 有很多媒體直播這個救援過程 有媒體拍到她被人罵了上來的一刻 頭部位置 還在流血 腳掌被人釘 一條長長的釘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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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很大仇口 真的嗎 真的嗎 玩大到這麼嚴重嗎 我有朋友呢 她說到自己好像在現場一樣 是嗎 她說這個女星呢 就那個經理人叫她上那些淫P 船P淫P 上去之後呢 就死了 空手其實好容易運 在船上那麼多有錢人啊 找個最有錢的人 最話到事的人 船主 不會不知道什麼事 但是呢 那些警察啊 急急地close the file 是 你想想 不是有錢可以搞得到的事嗎 這件事 應該 唉 不要說了 因為呢 有網民繼續爆料 是 說她呢 她上來 即是說到這位女明星 那個遺體上來之後呢 你看到她呢 鎖骨到肩膀的位置的血管 都變成黑色而且浮起 只有頭部發黑 身體其他部分正常 有毒啊 但是見到她右手的指甲斷裂反折 手心拿著一把泥 額姐拿著泥 相信呢 是掙扎所致的 在水底掙扎 嗯 最令人難想的一個問題就是 這位女明星的氣管 肺部 甚至乎是 肺部 全部都是泥 入了泥 肺、肺全部都入了泥 有人相信 她呢 在荒亂之中 在水底吸入了泥土 一下吸入了他的肺部 窒息致死 這樣 就是浸死 但是怎麼會無端端這樣震 但是她是生生生生被人扔下去 應該是 被人襲擊過 但是就這樣扔下去 沒錯 但是她不是浮 為什麼她會在水底 應該是綁住她 應該是 因為人應該不會這樣 最後呢 也有網友發現 這位女明星最後一次直播當中 她 原本呢 是乘著河峰用手撥發的 但是呢 影片呢 後面傳來一名不知名的男子大叫 叫你朋友帶過來 接著呢 這個女明星就懷疑 很快速做了一個540的國際求救手勢 接著直播就沒有了片 哦 意外呢 那就重要調查 但是這件事呢 就不肯定不是意外了 是蓄意了 為什麼呢 日本校長吃午餐吃了糞便 哎 好不好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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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呢 日本呢 這個東海電視台報道呢 就說到這件怪事 就發生了在這個外資縣的江崎市一間公立學校的 當時呢 校長呢 就想 試一下 一些 東西吃 對嗎 因為呢 學校呢 現在呢 都很流行的 提供一些營養午餐 對嗎 那 校長也試一下吧 對嗎 誰不知呢 我帶售後 她說呢 她發現 蛤 為什麼那些顏色這麼奇怪呢 啊 我今天吃咖喱 跟這些咖喱有些不同的 也有些怪怪的 平時呢 沒有那麼多肉的 裡面有那麼多一塊塊東西 浮一下 那些咖喱 好了 然後問一問 嘩 嘩 那些味道有點怪啊 糞味的咖喱 經過檢測之後呢 發現 有太腸幹菌 嘩 在變壞了的咖喱 不是吧 經過調查之後呢 發現是一位二十多歲的女性職員 女性職員 嘩 玩變態呢 真的沒有男女的 懷疑 將自己的皮 攪拌進食物裡 才能做到一些異味 嘩 想搞什麼啊 這個 當時呢 就說到 當事者呢 就否認 就說 我沒有啊 我沒有這樣做啊 但是呢 日本警方 依然就把他拿去 當時呢 學校方面 發現食物有東西之後呢 就於是立即換菜 因此呢 就沒有學生或者職員 吃到有一點點的餐 不過呢 有民眾因為這件事呢 就起訴了 向警方呢 提出被害申訴 嘩 那些人呢 就說了 喂 厲害了 幸好校長 新鮮試卒而已 啊 弄一口 先弄一下 要不然呢 沒事的 那些學生吃了呢 不知者不罪 不 他不知道也沒事 是啊 你沒理由把那些東西給學生的東西 可能吃過也沒頂 嘩 不是吧 你不知道你怎麼知道 是啊 真是吃屎 真是恐怖啊 這麼大售口嗎 嗯 弄到這樣 另外跟大家說一下 泰國 這個最新入境要求 他5月起就說 已經對這個叫 打齊針的疫苗遊客 登機前或底部後 不用再進行核酸檢測 而7月起 外國遊客不需要再申請 這個泰國通行證 泰國通行證 泰國通行證 但是需要繼續帶著疫苗接種證明 你有沒有以為沒有打針可以 你沒有打針呢 他就要你有快測 嗯 這樣而已 不過如果你不想避過五眼雞 就要打針了 五眼雞無廣告 你就可以Patreon 對 如果不然 繼續給我們一個Like 要打針 泰國疫情管理中心 就宣佈了 說7月1號起 入境旅客 免申請泰國通行證 但是打齊針 需要出示接種證明 未打針的 需要出示專業快速抗原 測試陰性證明結果 是入境那一刻 但是 但是 如果 你什麼都沒有 白毛 文件都沒有 他讓你入境 入境的時候 就要他幫你做一個專業快速測試 真的 就是這樣而已 是的 另外 此外 有些地區 可以採取自粵不戴口罩的原則 不過 室內 和人多地方 例如演唱會 是需要戴口罩的 這樣 而且 娛樂場所 好像酒吧 和夜店 繼續鬆綁 7月起 可以玩到凌晨2點 除了部分 凌晨2點 不是就是回復正常 只是2點 是嗎 我看了護衛中 是嗎 2點已經開放了 封頂了 OK 說到說 除了高風險場所之後 所有場地 都不需要再實行體溫檢測了 我昨天看 特地看泰國 是 看友仔唱淫棋 是嗎 選吧 選女兒進來 2個兒子錯 6個女兒 又炸球 真是女兒嗎 真是女兒 真是女兒 多害怕 你知道 人妖都精 不是嗎 嘩 搞這些事 你看到 泰國 原來2點是封頂的 我真的不認識 我沒去過泰國 應該是 OK 人家不要緊 說起泰國另外有一件事 就說 養貓人士是否要小心呢 就說 泰國上報全球手中 貓傳人的新冠個案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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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像是泰文 嘶 嘶 就說 寵物貓 打黑癡 就令獸醫中了Delta 不是Omicron 中了Delta 這麼毒 是啊 在泰國 有沒有病徵 我們先看看 這宗由貓傳人 讓你吸貓 吸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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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貓傳人的病例 就在泰國宋卡王子大學 今期發表的事情 呈現了 在曼谷一隻寵物貓 去年8月 嘶 被送到動物醫院的時候 做快速測試 就 嘶 接著 獸醫就中了招了 這隻寵物貓旗後 都證實感染了 就發現牠含病毒力高 8月的時候 現在拿出來說 不是吧 這個報章的呈現 說到 這宗案例 報紙今天才報 說到他們醫學的報章 先說到8月的時候 有一件這樣的事 有事這樣的事 那隻貓都沒事了 醫生都沒事了 那就沒事了 那貓為什麼怕 吃蛋 是 不用怕 那些人說 不是啊 要我氣貓 要丟貓 載你有什麼東西丟貓 你不如先丟我吧 是吧 另外說一下 聯合國就指出 現在 全球流離失所的兒童 竟然高達成三千六百五十萬 破了二戰以來的紀錄 為什麼呢 現在我們這麼先進的 這麼發達的社會 越來越多人 因為什麼原因 導致他們流離失所呢 原來 打仗 當然啦 打仗是有的 因為衝突 暴力 或者其他問題 是破了二戰以來的最高數字 你想想 二戰那段時間都是嚴重的事 現在 除了烏鵝衝突之外 在全球除了疫情 也不是很誇張的情況下 竟然這麼高 聯合國基金兒童會說 這系列的數字 包括一千三百七十萬名 兒童難民和尋求庇護的兒童 以及近二千二百萬名 因為衝突暴力而在國內流離失所的兒童 但不包括氣候環境衝擊災害而流離失所的兒童 他說這是破紀錄的數字 以及一個系列危機直接的結果 當中包括阿富汗等國 嚴重持續不斷的衝突 看到非洲、中東等地區或國家 導致大量兒童流離失所 殷共註 更加說到 很多小朋友沒有飯吃 又沒有書讀 破了紀錄 何止 和古臣巴菲特吃的飯都破了紀錄 這期不見了錢 當然要和人吃飯 你為何和他吃飯要多少錢 多少錢 1.4億 為甚麼 預約他吃飯 神經病 巴菲特的屁股很值錢 不知道啊 他把嘴很值錢 翻局 把嘴很值錢 你給他妹妹 不是啊 沒有銀牌 我給益事你妹妹 這樣啊 就說了 本年度能夠和古臣巴菲特吃個午餐 這個機會在網上進行拍賣活動 厲害了 最後呢 超過一千九百萬美金 成交一千九百萬美金 1.48億港幣 就結束了 暫時未知哪個必得這個難得的機會 這個幸運兒可以帶著七位嘉賓 在紐約和他一起去跑 還可以吹水 哇鬼 原來這個吃飯呢 拍賣籌到的錢呢 有慈善用途的 是拿來幫助有需要的窮人的 也有些意思的 這個拍賣在eBay結束之後 交易額超過了中國內地企業家 宣宇臣在19年所出的457萬美金 嘩厲害了 說到說 和他吃飯不關我的事 但是所謂可以做到什麼好事呢 這件事我覺得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他所籌得的款項 將會撥給三藩市區非牟利組織 為窮人帶給食物庇護設施 更加和窮人進行HIV病毒 和秉營肝炎病毒測試 提供職業培訓 以及推行各項兒童的項目 那麼 他和巴菲特一共玩了21次 這些午餐拍賣 一共籌到超過4億港幣 那就是 這傢伙吃一頓飯都一億分享的 真厲害了 所以 有些人說和他吃一頓飯有什麼得著呢 沒有的 但是窮人又得著 幫到窮人 這也是一件好事 我一億五 我現在拍賣 一億五啊 人都想從香港辦 拿去幫我吃飯 可能真的 幫你占卜 幫你占卜 沒錯 有朝天骨 一百年不死過來找回我 行不行 行 一定會 到時再找你了 好了 這時間就這樣 拜拜